梁山108将,单纯以战力值进行排行,能进入前30的武将都有哪些好汉呢? 本期视频我们会将梁山最能打的30个人,按照武力档次进行排名,一共分为6档。 剩下的除了会玩法术的公孙圣和樊瑞外,基本都是烂于充数的就不计算在内外。 首先是第6档,这个档次的头目,武艺一般,可以称为大将眼中的小兵。 小兵眼中的大将,入选的一共有6人,分别是梅宇建张青,一仗清乎三娘。 镇三山黄信,景墨暗好斯文,摩云金翅欧鹏,丑俊马宣赞。 这6个中,有一个比较特殊,那就是张青,作为梁山八标企之一,他的实力本不应该排在这个位置, 但是他最擅长的是飞时绝技,本身的武艺就比较稀松平常。 文中也明确说明他枪法为短,至于护三娘十几回合才败于护炎卓,实力还算可以,黄信是勤明徒弟,实力也算不错。 好斯文在征方腊时表现出处,欧鹏虽然对战户三娘落入下风, 但是征方腊时能够徒手接住庞万春一剑,身手也是十分敏捷的。 宣赞作为丑男代表,能够入坠王府,凭借的就是一身不俗的武艺,因此这些人排在第六档,问题不大。 第五档,这个档次是梁山人数最多的,分别是黑炫风里鬼,赤发鬼流淌, 并关锁杨雄,梅哲兰木虎,插翅虎雷横以及地煞中小温侯吕邦和圣水江丹杨贵, 这个档次的战力,只要不遇到五虎级别的对手,对上其他人还是有一战之力的, 虽然打不过,但是还是可以自保的。 这七人中,李逵应该是最特殊的,这位只要上了战场就立刻化身李逵, 见人就看,对普通军事的杀伤力甚至比五虎级别的人更夸张。 宋江甚至因为他的这个特点,专门为他配置了一套阵容来辅助他, 不过也不能过于高估这个档次的战力, 李逵在空手搏斗的时候,被没有入选此次榜单的燕青, 交亭乱杀,杨雄刚出场的时候,被几个地痞就是一顿暴打, 不过这七个人力,吕邦这个人还是要讲一下的, 他的实力分两个实际,前妻的吕邦就是个弱姬, 给宋江当吉祥物的,后来武艺磨练出来了, 能跟南黎大将石宝战道武士回合。 第四道,这个水平基本就是梁山的主力了, 梁山中有五人入选,第一个是铺天凋礼, 这位可是梁山的后勤大总管,由于地位特殊, 他出手很少,单挑的战绩只有上梁山之前跟注标的交手, 那一次他十几个回合就打败了注标, 但是追击的时候被注标射上,注标是注家武力最高的, 他哥哥注笼上且能挡住林冲二十回合, 因此注标实力不弱,能十几回合打败注标, 理应实力可见一半,第二个是吉先锋左超, 左超是一个职业军人,性格极躁, 跟杨志斗五十回合不分胜负,不过被关胜十回合打送, 因此只能排在这个档子,第三个是美然公主董, 这位是梁山上少见的老好人, 招安之前都在隐藏自己,招安后才显出战斗力, 最亮眼的战绩就是征讨方辣的时候, 十六将混战,他率先击杀了飞云大将狗正, 此后又活捉了飞雄大将徐方, 第四个是九文龙使剑, 这位全书最早出场的好汉, 在得到王进点拨后,武艺突飞猛进, 最强战绩当属与饥饿的鲁制深打的平分秋色, 第五位是拼命三郎石秀, 石秀在上梁山后,经常执行的是刺探以及卧底任务, 但是在战场上, 他也曾与并未持森立战的平分秋色, 只是这一点战绩就足够让他进入这一档子, 梁山一百零八将, 单纯以战力值进行排行, 能进入前三十的武将都有哪些好汉呢? 本期视频我们会将梁山最能打的三十个人, 按照武力档次进行排名, 一共分为六档, 第三档, 这个档次基本就是梁山的精英战力, 梁山进入这个档次的有五人, 第一个霹雳火金鸣, 梁山的五虎将之一, 他作战勇猛, 美战必先, 是梁山的先锋猛将, 按照武艺来说, 秦明不应该落入这个档次, 但是他鲁莽的性格以及不要命的打法限制了他的发挥, 他的实力, 用宋江常用的三句话来概括最合适不过, 第二个是轻面受杨志, 杨志作为杨家江后人, 武艺纯属, 基本没有任何短板, 跟多位高手交手过, 平林冲, 平忽严着, 平鲁之身, 不过他跟这几人交手时, 都有落入下风的嫌疑, 跟鲁之身的交手更是直言是处于手势, 因此列入第三档战力, 第三位小黎广花蓉, 我们都知道花蓉擅长剑术, 可谓天下无双, 但是他的近战武艺一样厉害, 曾经以一杆长枪, 挡住了秦明武士回合, 第四位是金枪将徐宁, 他作为宋军中的金枪般教头, 武艺也是非常好的, 与双枪将董平大战武士回合不分胜过, 虽然因为宋江的一句恐徐宁有失, 而有落入下风的嫌疑, 但是排在第三档战力没有任何问题, 第五位是并未持孙力, 孙力可以说是梁山中最委屈的人了, 明明有接近五虎的水平, 但是却被打压只能排在地上, 孙力的武艺很出众, 枪边剑三角, 论边, 孙力外上有一条竹节钢鞭, 曾经会战乎严卓的两条水墨八棱铜鞭, 大战三十多回合不分胜败, 不过, 鞭执是孙力的辅助兵器, 长枪才是他的主兵器, 使出来神出鬼没, 争辽之时二十回合杀败了辽国上将寇振远, 综合来看, 孙力位列第三档, 绰绰有余, 第二档的战力是梁山军的王牌, 入选这个档次的有五人, 第一个, 大刀官胜, 官胜是五虎之手, 一柄青龙掩月刀颇有老祖宗关羽的风范, 才出场就是大战林充于秦明, 尽管落入下风, 但还是可以勉强抵挡, 在加入梁山后, 南征北战, 战绩颇多, 第二个是豹子头林充, 林充作为水浒中重点琢磨的人物, 有非常多的武力展示, 他是五虎中最沉稳的, 一生没有败迹, 甚至连落入下风的局面都没有, 斩将数量也是遥遥领先, 入选这个档次毫无问题, 第三人是双编户严卓, 这位五虎将是水浒中的平局大师, 换个说法就是没人可以在他面前占到太多便宜, 尽管表现力不如林充, 官胜, 但是胜在稳定, 第四个是花和尚鲁之身, 鲁之身是梁山上最具狭义之人, 武艺更是不凡, 马不全能, 曾经与呼严卓大战不分胜货, 又五十和略微上风扬至, 争方落实跟宝光如来邓元爵的一场大战, 更是惊呆了石宝这样的高手, 第五个入选的是双枪将董平, 董平的实力比其他四位可能略有不如, 但还是处在这一档次的, 他五十和尚风许宁, 又能连续躲开张青的飞石, 在和石节度是大战的时候, 三十回合就让石节度之一的王文德感觉敌不过, 敌的超神挂外道, 只有一人, 玉琦林卢俊义, 作为谁虎武力天花板, 卢俊义的超人战绩太多了, 战败史文公, 一人独挑五虎级别的耶律四将, 杀死一个下跑四个, 最后还能冲散辽兵千人队, 争讨方纳的时候, 三十和杀死五虎级别的李天润, 都是他无敌的表现, 以上一到六档次, 只有二十九人, 少了一个, 那就是行者武松, 因为武松的实力完全无法界定, 有人说他的实力顶多三档, 因为他没有跟高手的交战纪录, 也有人说他不次于卢俊义, 空手打虎, 不占一和杀其家, 这些也都属于开挂的水平, 基于这个原因, 武松只能成为一个位置档次,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, 他最低不会低于二档, 至于他是二档还是一档, 那就见仁见智了。